新展四監獄 衛生防護中心今日公布 新增5萬5353宗確診個案 創單日確診數字新高 直至昨天 累計有670間安歐院舍 或殘疾人士院舍有人染疫 涉及3650名院友及1,150名員工 昨天新增117名死者當中 涉及73男44女 年齡介乎58至100歲 當中78人居住在院舍 110人為長者 95位沒有接種過疫苗 較年輕的死者包括一名59歲長期腎病女患者 一名61歲長期腎病男患者 以及一名曾患癌症的60歲男士 一名58歲女精神病患者 另外由於數據後2月26日至28日 再新增43名病人離世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指 5萬多宗個案是在預期之內 疫情還未見頂 趨勢仍然繼續向上